消費者四個動作讓水果商生氣氣 許多人總質疑水果商烘台價格 讓消費者買到非常昂貴的水果 不過呢水果商也出面含冤唷 他們說有很多消費者啊 總愛自以為專業 做出彈、捏、插、壓 這四個挑選動作 造成水果損傷賣相不佳 最終只能丟棄 趁我們店也不注意的時候 對 就注意在上面寫字 因為他想說聽聽看省鹽脆不脆 結果他一彈下去的話 彈下去就黑掉了 就黑掉了 第一次也是啊 水果商的老闆還強調 這些被你們玩壞的水果 可都是我們營運的成本啊 所以消費者不能說買太貴 因為有些被你捏壞的水果 也沒當場叫你買下啊 就是他走之後 我們就那一顆皮膜 我們會先吊起來 就是壞了就這樣啊 說起水果就順道來說紅龍果吧 可憐的紅龍果今年竟然崩盤了 南投幾幾小鎮產出的紅龍果 今年由於各地廣泛種植 供過於求量多價跌 單顆600公克特級紅龍果 運送200公里至台北販售 每顆售價平均是43元 自從供攀後消費者也表示 產地農民獲利非常微薄 價差大多被中間商給賺走了 建議農民應該自行品質控管 別異國風搶種造成價跌 地方中心台中報導